虽然孔子说四十而不惑 但相信还是有许多人到了四十岁 心里头对于自己到底想做什么 依旧感到困惑 这个时候应该随着心意 再尝试其他的可能 还是就安于现状呢 毕竟四十岁不再像二十几岁 有冒险的本钱了 当人生走到这样迷惘的十字路口 这个尚未连长决定再给自己一次叛逆的机会 变身为假日市集的超人气冰沙哥 谢谢你 我一定要问你 一个凤梨 谢谢 一个凤梨 一个凤梨 自己有办法按个赞 谢谢你 谢谢 你好 一个凤梨 一个凤梨的 谢谢你 感谢你 一个白山果 一个凤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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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棒喔 谢谢 感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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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正的土凤梨冰沙 再用冰沙哥陳昭瑜的笑容加料 瞬间融化顾客的心 好喝吗 好喝吗 好 肉自己熬喔 满头土凤梨 赞就不会太多 喝得到果肉喔 谢谢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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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要濃一点吗 没问题 2个都濃一点吗 就是要濃一点吗 謝謝 不用啊 算到了 没问题喔 凤梨冰沙入袋之前 纯糟鱼还会再加一匙浓厚的凤梨酱 让酸甜滋味再升级 是凤梨蜜 肉自己熬的 原本味道就很浓了 然后我最后都会再加一匙 增加它的凤味 夏季还会推出限量版的 百香果凤梨冰沙 它有百香果吗 有 现在是百香果产季 然后百香果是自己挖的 线瓦的 对 眼看排队队伍越来越长 旧兵及时出现 我妹 台北工作 对 每个人也来帮忙 对啊 他休假就回来帮忙 当义工吗 义工 义工 妈妈也来帮忙 对 因为全家动员了 妈妈在家里煮绿豆 妈妈还要煮绿豆 对 家里还有后援冰豆 对啊 妈妈一把去煮一个凤梨冰吗 一个凤梨一个 一个百香 冰沙哥的后援部队有多强大 要从一大清早开始收起 谢谢你们 陈爸爸一星期最少要跑一趟南投 亲自再回仙彩的土鳳梨 你这样一个礼拜跑那么多胖 那是没关系 没关系 对啊 没关系 没关系就是太好 走到惯喜了 没关系 吉哥你现在比退休以前还要忙 还要忙 还比较忙 小妹妹回来了 本来是要回家 回家 都回家在家庭 台中到南投的距离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半小时的车程还要让山路 这都是凤梨点 两边都是 怎么会找到这么偏远的地方 买凤梨呢 陈爸爸说 还不就是儿子要做凤梨冰沙嘛 需要吐凤梨 他开车找着找着 突然看见一对老夫妻 正在路边削凤梨 就这样牵起这一段酸甜缘分 这是凤梨主要做吗 Associate 凤梨 这是凤梨之秘 什么 我说凤梨了 来来来 来来 спрос viewed 微妙可以打开 她没有点凤梨 这把菜 这把菜 放开 不吃了 77岁 蓝青莱从14岁开始种凤梨 他无独栽种的土凤梨 不过去都是交给知名的 凤梨酥品牌 突然一个刚刚曹创 还不知道坐不坐得起来的 台中冰沙小滩找他合作 阿公一开始也有犹豫 这一年刚刚在布鲁顶 他就刚刚吃到 这边吃到 不去吃到一年 他自己把他走 他走得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为了让凤梨阿公点头 陈爸爸散步午时上门拨甘前 还帮忙田里削凤梨 可终于说动了阿公 这个是台龙三号的土凤梨 真的很香 这个凤梨都是老长的 特别香 还带一点酸味 这个才好吃 这个凤梨最好吃的 这些都是用油的 对 对 这里大部分都交给凤梨师的 他在那里把关很严格 你没有那个 有一点残留 那个什么 农药楼就不小了 你要拿做乳婆 要拿 对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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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菜才能吃到 这边 一篮沉甸甸的新鲜凤梨 扛上没有楼梯的老公寓 四楼可构成了 但这才是体力活的开始 可以了 可以了 爸爸这个链刀很专业 这个 切凤梨的 这个专门叫削凤梨的 这个专门叫削凤梨的 肤子两一个削一个切 陈爸爸削凤梨的技术 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刚开始反对 真的 意思说 工作稳定就好了 何必再 这搞得这个 爸爸就是这样 反对反对 然后真的要做的时候 是啊 就还是 还是 还是跳下来 也不能怪爸爸一开始反对 陈昭瑜的跳动转行 每一次都把家人跳得晕头转向 原本在陆军实军团任职尚未连长 退伍之后 私底下很爱漂亮的他 竟然跑去学美法 考证照 摇身一变 成为专业发型师和彩妆师 就连新娘秘书 他也能升任 能舞 能闻 能动 能静 尝试各种想象中的可能和不可能 自己也喜欢造型 当兵的时候就 每次放假一定要让自己不像个君的 所以你是爱睡的连长 是 这样还管得动人吗 可以 我都带头做的 真的 对啊 他是爱花钱的 爱花钱 哦 爸爸那些头发都你剪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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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全天 对 你用一笔 那你每天削 或者你炒到东西 不会啊 都说四十而不惑 陈昭瑜到不惑之年 对自己的真心所爱依旧疑惑 一次在美法店里吃到土鳳梨冰沙 当下一阵冰流贯穿全身 他决定要再给自己一次叛逆的机会 土鳳梨加黑糖 得小火慢熬至少两个小时 并且一锅一锅土法炼羹急不得 我们是用黑糖下去熬 用黑糖下去熬 对 因为这个阿嬷说黑糖有特殊的香气 所以水都不加 对我们都 就用凤梨原来的 它的一个原汁下去熬 外面的凤梨冰很少会喝到 味道那么浓 浓郁的 爸爸陈清田 原本只是从旁协助的角色 后来现场的凤梨冰沙不够卖了 他只好学着怎么熬怎么煮 才能及时送货到场补给 陈爸爸国小毕业就失去双亲 孤独长大的他 誓言一定要成为儿女最坚实的后盾 所以他把自己练就成地表最强老爸 让儿子放手去闯 无后顾之忧 我每把工具也都送人了 没有打手要回头 没给自己后路了 没有要断后路才能往前 太好了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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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一个人追梦并不孤单 因为有一家人随行相伴 一口凤梨冰沙庆入心脾的 何止是酸香甘味 很好喝哦 耶 耶